尽管以色列方面拒不承认 曾收到过埃及官局哈马斯要搞大事的警告 以总统更将其次为假新闻 但这一消息却得到了美方的证实 综合国会山报 福克斯新闻11日报道 当地时间周三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迈克尔 迈考尔透露 埃及在事发三天前 确实向以方通风报信过 警告他们 哈马斯可能将发起攻击 他还表示 哈马斯可能在一年前就计划好了突袭行动 美国和以色列似乎都出现了情报失误 但目前不太确定失误是如何发生的 报道提到 早些时候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采访时 曾回避了对于此次突袭是否出现了情报失误的问题 他当时声称 美国和以色列计划调查他们遗漏了什么信息 以防止再次发生突然袭击 迈考尔对此表示 他们了解到哈马斯可能早在一年前就已经计划了此次袭击 从政府部门那里获得的消息是 我们的情报工作似乎已有失误 我们不太清楚是如何错过这些情报的 我们也不太清楚以色列为何也错过的 英国金融时报周三也援引两名 埃及匿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 埃及当时没有关于具体袭击的确凿情报 向以色列发出的只是一个一般性警告 当地时间7日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宣布对以色列采取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 一天5000枚火箭弹炸架 巴以局势陡然升级 而以色列的措手不及被认为是号称世界最强的该国情报部门一次灾难行事办 据早前报道 一名埃及匿名情报官员 9日接受美媒采访时声称 在哈马斯出人预料的对以色列发动海陆空突袭前 担任过双方调解人的埃及 曾向以色列方面多次警告称 哈马斯正在酝酿搞大事情 但遭到以防忽略 对于外界官员以情报部门失灵的诸多质疑 内塔尼亚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 雅科夫·阿米多尔接受以媒采访时谈言 这是一次重大失败 哈马斯的这次行动实际上证明了 我们在加沙的情报能力并不好 阿米多尔拒绝对这次失败做出解释 但称必须在事件尘埃落定后 吸取教训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新一轮大规模军事冲突进驻第五天 11日当天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空袭 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继续对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截至目前 冲突共造成双方超过2300人死亡 逾8100人受伤 当地时间11日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宣布 巴以新一轮冲突 导致巴勒斯坦方面1128人死亡 其中加沙地带1100人死亡 5339人受伤 约旦河西安28人死亡 150人受伤 另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乔纳森·孔里库斯 11日早些时候表示 冲突造成以色列超过1200人死亡 超过2700人受伤 此外 另一据每媒报道 美国白宫周三证实 最新数据显示 至少有22名美国人 在冲突中丧生 另有17名美国人下落不明